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所以在国际上有地位啊 有法理上地位啊 我们没有啊 怎么对等呢 所以这个讲对等啊 是不要自我矮化 我们没办法苛责所有的观念都要帮国人争取平等 但是至少要做到不要自我矮化 不要自己自乱阵脚 像这一次乌婆雄先生啊 国民党的 是永远荣誉主席还是荣誉主席啊 他的真正头衔是什么 荣誉主席 荣誉主席啊 他受人之托 受人之托是哪一位高人啊 能够拖他拖得动啊 受人之托 怎么去提这个一国两区呢 人家拖他的人是说一国是中法民国啊 他去以后不敢讲中法民国啊 所以没有中人之士啊 还自我打折啊 所以他要不要负责任啊 当然要负责任嘛 那你要说两区 你就说一国是中法民国 是我们信法基于现实 这个自己讲的 对台湾内部讲的 不是对他讲的 你对他讲两区 郑重他的下怀 就像一个妈妈跟一个女孩 她的女儿讲 你家里也很Q耶 要平顶 要公平耶 结果他回来跟他妈妈讲说我很公平 他亲我一下 我也亲他一下 这样公平吗 第一位不对等 你就不能动作 动作一样啊 那边讲两区 有没有讲我不晓得 但是我们自己讲两区 自己有麻烦嘛 何必呢 但是现在国际另一个现实就是说 中国不可能立即统一台湾 虽然承认中华民国的最后后果一定是中国统一 而且统一在谁底下 不可能统一在一个没有国际地位 实力那么闲思那么小的 这个中华民国之下嘛 所以承认中华民国 无论怎么怎么讲法 最后台湾就是中国的一部分 这个最后是这样 但是那个最后都遥远 那个最后过程怎么样 所以你现在为了这个保卫台湾的安全 为了和平 这个过程能够尽量维系这个和平 所以有很多说法 这个说法对内应该团结 对外一致嘛 结果现在呢 对内不团结 对外不一致 是住乱阵脚 谁在惹麻烦啊 谁在制造麻烦啊 谁在自己找自己的差啊 就是国民党嘛 这很奇怪的 那为什么这样 利益两个字 利益两个字啊 有些人要政治利益 有些人要经济利益 像ECFA 就是经济利益的安排啊 ECFA签了又有谁好处 不能说人民都没有好处 当然是那个中间商 中间商好处特别多 入客来谁好处 那边的旅行社 那65家好处多 还是台湾这边这么多的 这个旅行社利益多 好现在啊 他要入导入户入新 他拿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堂 来这边呢 营造的 哦 极大部分 很大一部分是个人 特权利益 团体的利益啊 好的 那你台湾为什么要开放呢 你制造业 入资 这个第三波的开放 制造业开放的97%的这个项目 那几乎全部开放呢 为什么 因为ECFA深度深化以后 很多产品相双边的谈判 就会互相免税嘛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子 对 好互相免税 那谁得到好处啊 表面上我们机会多了 但是他在这边参股 来这边投资 哦 他来这边 这些控制通路 最后能够卖到中国去的 只有特定 他们要他去的 就像他们的路客来 就指定商店 哦 为什么买茶 明明茶比较贵 比较不好 为什么买那一家的 因为那已经 暗中不可 因为他们的利益 所以这个贪污的话 哦 把两边的人民当傻瓜 这个利益团体啊 特权团体啊 哦 互相勾结 这些不只为人道理啊 那事实上呢 就是这样在暗中进行 哦 破坏 这一个 两边应有的 一个 这个合理的秩序啊 哦 所以啊 你也常说啊 我们要有信心啊 但是信心被谁破坏 当然我们平实力跟他比 诶 我们 我们内部没有分裂诶 他那边还有藏毒 还有僵毒 还有很多毒诶 他内部问题比我们多啊 所以我们为什么怕他当我们要有信心啊 问题不是 问题是我们这边 有人自己在 不断的为自己 制造麻烦 吴伯雄就是奇异 莫名其妙 忽然间去谈这个 这对两岸的和平有什么帮助 对两岸的这个 来往有什么进展有什么帮助 完全没有嘛 他并没有说啊 你不谈一国两区 哦 我就要怎么样 我就一个法不签啊 等等等等等等啊 要阻碍你的 这个其他国家 都没有 他们都没有出招 结果你为什么自己去 哦 去丢这个题目 就有利益团体 暗中在搞鬼 这个利益团体 就是政治利益 跟经济利益 哦 说实在就是卖国解 说实在就是卖国解 所以今天哦 人民眼睛要正亮啊 所以真正爱台湾 哦 如果对台湾好的 台湾已经是 走向民主了啊 人民最后做决定嘛 对台湾好的 人民能够真正决定 真正驻足 那最后的答案 哦 就是人民要的 那有何不可呢 为什么要议设立场 问题不是这样啊 问题是有人在 已经议设目标 议设立场 一直在运作 所以人民变成傻瓜 有一天 一觉醒来的时候 已经变 这个 已经变天了 怕的是这个啊 所以你看他们 我为什么要提 这个临时天 我也提这个 我记者会提这个 哦 他们来 你们没有陪他啊 邀请单位有陪 邀请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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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候是民间单位啊 不可以啊 他是官方人士 他里面就要 有人陪他 哦 这才是 这个程序上 形式上的 这个所谓对等 因为他有官方身份 所以要我们这边的官员 陪他 也是礼貌嘛 哦 这不是监控啊 哦 他要搞秘密活動就是間諜 他公開的活動 對不對 那你就要有人陪他 這個是禮貌 他也是對我們的尊重 結果沒有啊 好啊 他現在大陸來的 中國大陸來的 透過你的朋友 透過台商 副生長要來啊 這個市長要來啊 在某個飯店什麼時候 你跟他見見面好不好 你要嗎 體制上有問題啊 不要嗎 得罪自己的人啊 得罪台商啊 那台商要面子啊 不然他在那邊不好生存啊 他是用這樣 用這樣處理的 利用我們民主開放 結果我們變成到處漏洞 所以這個時候 你陸委會就要制定這個辦法 你民間介紹可以 民間機構邀請可以 但是你來跟陸委會報備以後 陸委會應該怎麼處理 要一套制度 這套制度 該修法就修法 讓他公開 我們也有法律吧 如果你來從事秘密行動 就是間諜啊 他敢嗎 也不必要吧 但是我們這個 正義眼避免 或說我們這個能力差 或說我們用心不足 結果讓他如日無人之境 好 到大陸念書的 北大的 上海這個復旦的等等 他在台灣的辦公室 天天都有中國關聯 這是我的 這是我的這個見證呢 我有一次到某一個律師師所去 這個律師啊 是在上海念書的 結果去啊 他們上海市的 一個相當高職位的 當然蠻年輕的 跟我談經濟問題啊 對台灣的狀況 撩肉直掌 那數字都不用翻書 所以我問你們說 台商在大陸有多少人 有多少家 一年產值多少 你們答不出來 我就擔心啊 結果他答台灣的數字 一清二楚 人家是真的很專業啊 上次委員問的那個數字 因為根據大陸的統計報 統計數據官方的 也沒有單獨把台商挑出來 他是把港澳台放在一起 所以沒有辦法 無論如何 基於我們的立場跟目的啊 我們就要蒐集調查這邊資料嘛 我瞭解您的那個意思了 不能這樣子吧 台商過去 早期沒辦法 因為自己跑過去了 那現在兩岸已經簽ECFA了 已經發展到這種地步了 有正式官方的這個 誰定在發展經濟關係啊 那知己知彼 我們自己的人到那邊去 你都掌握不無聊 這些經濟活動的資料 你怎麼向國人交代呢 我我我跟委員報告喔 包括價值人數 那現在說要他們台商回流 回流的是哪一級的 是在那邊走投污路的 還是在那邊已經升級 齁 但是他不願意吸進 當然是希望是 你希望是升級的嘛 對啊 是高附加價值的回來 如果你對台商在大陸的所有的資訊 你沒有這個充分有效的掌控 你怎麼知道回來是騙錢啊 還是回來是有幫助我們經濟提升的 你不曉得啊 這個財經單位喔 對不對 你陸委會我們是有一定程度的掌握 這個是沒有問題的 光你陸委會可能 不足以擔當這麼大的責任吧 但是你要跨步要合作啊 好 委員我只很簡短的講 因為你剛剛講的那個point 其實重要的那個觀點很重要 也就是說 我們為了要避免讓特定的財團 或特定的利益團體壟斷了兩岸交流的 利益全部利益 所以我們才要透過制度化協商 來一般化普遍化兩岸的協商 讓我們老百姓 一般老百姓都可以受用到 這個就是為什麼要建立制度的重要 理論上這樣是 理論實際上我們在做 兩岸沒有辦法一處可及 我們實際上出問題嘛 實際上這家政政 我知道實際上還是有一些問題 他們這個充分 我們這個偏頗嘛 他們落實我們麻糊嘛 我跟委員報告很簡單的 我們是什麼在努力喔 比如說剛剛您覺得那個現象不應該產生 我們也很憂慮 我們也不希望那個現象 就是只特定特定的台團對不對 這個特定不是打理耶 對 我們就透過比如說我舉例而已 只是其中一個小例子 就是ECFA的小例子 第一個階段539項 因為我們只談到539項 不是說我們只希望539項 可是第二階段現在要談的 就是貨品貿易跟服務貿易 這個是有普遍化的原則 它不會特定只是單純的 對哪一個財團或哪一個利益團體 沒有錯但是 未來會提議他們 因為這是普遍的 不知其二 問題說 我開放一般性是開放的 但是我是針對性的採購 我是這個針對性的 對您講的是採購 這個交往 我針對性的參股 所以一樣你可以出口東西 享受那個一般的共同的條件到中國來 但是中國來採購的時候 採購這一家不採購那一家嘛 這一家訂單拿得到 那一家訂單拿不到 因為它暗中已經有 這個利益團體勾結嘛 我現在 我們要的情報來防範 重點在這裡 就像 這個路客到 我們的風景區來 買東西 為什麼老是買那一家 不能買其他那麼多 意義 道理是相同的 所以你開放的結果 為什麼要拼命開放 就是因為有利益團體在幕後運作 所以你應該借利實力 讓這個正常合理有效的 這個相互開放 能夠一般性的進展 但是在一般性進展當中 那一個見不得人的 暗中過節的 那一個你怎麼去防範 那第一個你要情報嘛 你沒有嘛 是在這裡啊 我理解 這個市場的機能被破壞了 情報也不一定沒有 就是說我們當然有 我就是說我們的政府 他必須還是要一些規範來處理 對啊 好像最起碼的 他們的官員來 我們就要有官員陪嘛 對 齁 這最起碼的嘛 那如果我們的人力不足 那你就管制嘛 一下子不要那麼多來嘛 人力的確非常不足 因為 立法院要求行政部門要downsize 所以根本就是幾乎都根本沒有辦法解釋 你不能這樣講啊 安全重要啊 是他的利益不是我們的利益啊 對 那既然他的利益我們就應該對他有所制衡啊 對像我們 我們盡量給他方便 但是不能因為我們這邊無 沒辦法管理而變成給他隨便嘛 我同意我同意 我們面臨到的難題就是包括移民署陸委會相關的很多部 所以跨部會要處理啊 在兩岸的這一部分 所以杜委會 站在人民以及這個大陸關係法的這個執行上面 你是主管機關 你就要向行政的要求 向行政反映 該部會如何合作 我們啊 這個在人 你不能當線皮圖章啊 你不能當這個 謝謝委員的支持啦 這個真的不瞞您說 真的我們我們這個呼籲了 而且爭取了四年 我今天是講這個 講這個食物面啦 對我知道這個就是食物面的東西啊 那更高一層的層面齁 在這邊講要口水戰啦 是 台灣擁有主權 中華民國是國號 這才能夠確保 台灣不會變成中國一部分啦 但是這個又講起來 這不是口號啊 不是這樣子啊 那如果說你中華民國有主權 那台灣 是中華民國統治的一部分 那台灣遲早變成中國的一部分嘛 這大概把災推下去 因為兵器推延一推下去就變成這樣子啊 因為那是一個現實條件啊 所以我們不爭那個 但是我們在食物面 不能自我矮化 不能自我弱化 了解 該努力要努力嘛 是這樣子